第六題 小星用直笛吹奏兒歌小星星給妹妹小葵聽 簡卜如夏其中的科學原理下列何者錯誤 A選項說直笛發出的聲音主要是利用直笛中空氣柱的震動這是對的 直笛的中間是空的 然後他空氣柱的震動發出聲音 A選項對 B小星與小葵的距離越遠小葵所聽到的聲音就越小 聲音的大小是所謂的響度 這是跟能量有關係那傳的越遠能量分的越善 所以分到能量就會越少所以聽到聲音就會越小 這個是B選項也是對的 C若小星與小葵間隔一個玻璃小葵仍可聽的 可能聽到聲音這也是對的 因為呢我們講話呢會震動空氣 空氣的震動空氣傳出去會震動玻璃 玻璃震動也會使後面的空氣跟著震動 所以呢就會讓小葵聽得到聲音 所以C選項也是對的 諸選項呢說我們的 音階Do的頻率是262赫兹 吹一次呢 一秒鐘吹奏5次就會變成5赫兹 這個是錯的 鋼琴鍵呢是Do的音 按一聲是Do 按兩聲是DoDo 按三聲是DoDo 所以呢這是他的所謂的特有的頻率 他不會因為我彈奏的頻率而改變 所以呢一秒吹奏5次 我吹的是Do的時候 這個Do的頻率仍然是一樣的 所以第六題問我們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 珠 因接Do頻率原為262赫兹 若小心一秒吹奏5次 則 因接頻率極限為5赫兹 這個敘述呢是錯的 接緊和為5赫兹 1-9月3日